专家,业务少得可怜 所以闲着没事就帮乡里乡金 抓个老鼠,除个害虫什么的 街坊连里都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尤其村头社会王寡妇 垂涎年轻力壮的胖虎已久 大白天的都忍不住毛手毛脚 这天胖虎到医院接种疫苗 突然眼前一亮 小祸事长得挺漂亮 就汗冯甘雨 胖虎就开始撩骚人家 小姐姐面无表情只回了一句 撒放尿罩就先 医院停时间 法医生准备解剖一具尸体 突然灯光忽明忽暗 黑色果实袋诡异晃动 一只笔头还大的黑蜘蛛 出现在法医身后 空吃一口咬下 意料是外的 法医没有死 也没有变成蜘蛛侠 他把发生的事告诉了院长 拿了弹的正要交钱的胖虎听了 立刻毛髓自剑 院长一听 小华子不错 赶成了给你免弹 然后还送楼里的把玩阿呆协助他 胖虎和阿呆刚上楼 国防部的将军待在手下推开了门 将军说 那果实袋是被误送过来的 里面的生物极其危险 现在整栋大楼由军队接管 此时蜘蛛通过管道 来到一个病房 瘫痪在床的老大爷 惨遭吸食 所有偷爬进下水管道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位 失望者身后 又一个大爷倒霉了 蜘蛛在不断地吸取养料 这边胖虎还没怎么着手工作呢 就被女中将Lisa请了出去 胖虎又想撩骚人家 结果这次被拒绝得更干脆 一个字 滚 胖虎备受打击 正打算离开 阿呆的一句话提醒了他 军方都出动了 那蜘蛛肯定不一般 如果抢在军方前面 我们绝对会出名 出了名 那创业还难吗 找媳妇还难吗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险中求富贵 傻呵呵的两人还不知道 他们面对的是 多么可怕的外星生物 特种部队追踪蜘蛛 来到下水道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 越来越多的尸体 送害虫专家 胖虎熟知蜘蛛习性 两人决定赶往附近树林 蜘蛛的公园 此时公园内天气晴朗 有近百人在这里休闲玩耍 一个老大爷弯腰系携带 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老大爷命不久矣 此时的蜘蛛怪 已经变得非常庞大 为了进一步进化 他开始杀入公园 收王吐司 直接把人吞进肚里 此人们发现后 吓得精神尖叫 慌忙逃命 可两条腿 终究跑不过八条腿 怪我像踩死蚂蚁一样 杀死人类 无情剑踏 转眼就躺倒一大片 就在此时 胖虎阿呆赶来 他们准备开车撞死蜘蛛 可当发现眼前的蜘蛛 比他们的车还大时 瞬间怂了 立马掉头逃命 蜘蛛怪张牙无耽 跟在后面狂追 将军终于发现了 这边的情况 左手派兵去支援 眼看马上就要被追上 将军带着士兵 神速赶到 将后便是猛烈的火力支援 但所有的蜘蛛怪 影响不大 他举起胖虎的西装 一把针了过去 接着一个立丁跳远 从士兵的头顶飞过 轻松逃脱 将军功效声援 命令立刻搜索击杀 不能让他进入市区 结果反被蜘蛛怪 利用地形各个击破 Lisa也被蜘蛛怪 从事拉走 怪物在行进的过程中 不断变大 等来到市区时 已经变得 有一栋小楼那么庞大 人们惊恐万般 纷纷逃离城市 蜘蛛怪肆意破坏 一会儿爬到楼 军方放飞无人机 查看大楼内情况 将军发现里面全都是人 不少还活着 Lisa也在里面 送专家判断 这蜘蛛怪叫蜘蛛仔呀 这些人都是幼虫的食物 几辆武装直升机围绕蜘蛛怪 发动的攻击 简直就是挠痒痒 两人偷了将军的装备 全部武装冲进大楼 要救出Lisa 结果刚救出他 小蜘蛛们纷纷破壑而出 潮水般地向他们涌去 胖虎突然枪神附体 异象一个 掩护两人离开大楼 将军呼叫战斗机 把蜘蛛怪从楼顶上了下去 怪物重重摔下 砸出一个大坑 大家恍惚学悦 可人家蜘蛛怪一点事没有 胖虎灵机中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怪物不息后 就从脆弱的菊花击破 看阿呆去拿火箭筒 自己再朝着怪物跑吃 之间的左奔右套 身法飘逸 蜘蛛怪完全不能伤到风口 主角光环实在逆天 这时阿呆赶到 不把炮伸给胖虎 却扔在了地上 胖虎一个帅气的翻滚 扛起暴动 对准蜘蛛怪的菊花 就是一炮 蜘蛛怪疼痛的男人 实在憋不住 接着便四散包开 胖虎成了拯救城市的英雄 他搂起丽莎的腰 这回丽莎没有拒绝啊 这部五毛点虽然有点烂 但却告诉我们一个 朴素的道理 越牛叉越幸福 各位加油 本期互动话题